如何治疗沙盟氏感染 鸽子沙盟氏感染是一个常见多发病 而且一旦爆发起来非常严重 如果不及时治疗 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机会 鸽子会最后严重到死亡 有如下这样一些特征 在鸽子身上有2000多种不同的血清型 这个沙盟氏菌非常高发在鸽子群体里面 另外非常难治 为什么难治 因为沙盟氏菌的感染 跟我们常见的鸽子细菌感染 比如大山甘菌 金浦菌感染不一样 这个沙盟氏菌的感染 是感染到鸽子细胞内的 所以药物接触也难 因此治疗也难 更何况这个病的治疗 还有广泛的耐药性 我们来看看沙盟氏的主要传播途径 有两类 一类的经口腔传播的 鸽子饮水 饲料 包括它的打斗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 是空气传播 鸽盟里面一定会有这种粉尘 这种粉尘非常细小 所以它会吸附一些沙盟氏菌的这种菌体 这时候随着空气传播 就会进入鸽子体内 那第一个症状 常见的症状 膝变 腹泻 滤变 最常见的 养割的人都能看到的关节型的 那它会造成关节腔炎症 最后关节腔肿胀 这个肿胀可以在腿关节 可以在翅膀关节 所以我们看到的 有腿关节以后会瘸 翅膀那个关节 翅膀就会下垂 因为它可以进入大脑和神经系统 最后造成这种神经损伤以后 就典型那个症状歪头 那么伤势菌感染以后 我们怎么治疗 我们在这给大家推荐一款 这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 用来治疗沙漠室感染的产品 广谱 高效 这个产品的规格 是2.5%的 那你用的时候 每一身水兑住10克 那给鸽子喝就行了 一般连用3到5天 那这是一个治疗方案 往往沙漠室感染的时候 鸽子会伴有发烧现象 如果发烧严重 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给它退烧的 用这个佛尼辛普甲胺颗粒 它的规格是5%的 兑水医生 给它兑个500毫克 如果是口服 给单只口服的话 应该是20毫克 你看每只是20毫克 它的含量只有5% 2.5.1.10 实际上只有一个毫克 也就是一只鸽子 只需要吃一毫克 那么剂量又低 它的副作用会小 所以透过这个治疗 你可以很好地控制 你自己鸽棚里面 鸽群的伤口感染 那从这个治疗 到这个控制体温 是一个食操过程 也非常实用 所以希望各位收藏点赞 请不吝点赞